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139集 这造物之力还真是非凡 可惜不能无限地吸收 若是能够无限吸收的话 那我的修为能提升到什么地步 秦晨看向了天地界 眼眸之中有着震撼 不过现在还没到极限 还可以继续吸收 秦晨闭上了眼睛 继续在第五层中吸收起来 此刻外界 接近十天过去了 通过不断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长老 已经是从古语塔之中出来了 人数从古语塔中原本的一千多人 渐渐变成了只有几十个人 虽然不知道究竟那些人都是谁 但是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 还是能确定下不少目标的 而古匠天尊他们也在一个个调查 古匠天尊大人 秦代理副殿主还没出来 在调查的真言帝尊的时候 真言帝尊则是一脸的担忧 什么 秦晨代理副殿主还在古语塔中 死言一出 古匠天尊等人都是别色 人的名 术的赢 秦晨来到天公座总部秘境中所闹出来的大量风波 没有一个副殿主是不知道的 也都记在了心里 如今听到秦晨还在古语塔之中 古匠天尊等人的眼神都是一动 几大副殿主对视了一夜 眼眸之中都有着道道金光闪烁 这些天 他们为了调查清楚另外一尊和刀绝天尊交手的强者 则是绞尖了脑汁了 虽然神功天尊大人不曾回来 但是对于间隙的调查 他们自然不会停下来 只是 伴随着调查 他们也越来越迷惑了 因为啊 除了刀绝天尊之外 他们想象不到天公座总部秘境中 还有哪一位天尊会在古语塔之中 可此刻 秦晨这个消息一出现 让所有人都是为之变色 会不会是他呀 几名副殿主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神中的猜测 无他 实在是因为没有别的目标了 天公座的诸多天尊经过调查 当时除了古匠天尊他们赶到的五个 在古语塔外 就没有其他的天尊了 当时的其他天尊都在古语塔外 但是啊 和刀绝天尊战斗的的确是有其人 总不能是其他一些半部天尊和巅峰帝尊长老 在和刀绝天尊交手吧 彼此差距太大了 也不可能啊 而今 秦晨的出现 让几名副殿主心中一动 不久前 秦晨以一人之力击败一千五百多名长老和执事的事情 还犹如载耳 若是那秦晨 或许还真的有和刀绝天尊战斗的那么一丝可能 至少也更靠谱 古匠天尊称声道 秦晨代理副殿主也在古语塔中 他是什么时候去的古语塔 你一无一时地说出来 古匠天尊神色严肃 对真言帝尊询问 其他副殿主也都凝视而来 煞事件 真言帝尊就感觉到一股强悍的气息镇压下来 令得他的呼吸也都变得困难起来 几大副殿主表情严肃 让他的表情瞬间感受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即真言帝尊不敢隐瞒 将黑与张老等人前来 招呼秦晨前往古语塔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出 没有任何的纰漏 因为他也隐约地答听到了一些事情 刀绝天尊和魔族间隙有关 这让他心中担忧 秦晨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吧 不会的 真言帝尊心中不敢相信 可随着秦晨到现在还没出来 他心中彻底急了 只能全盘托树 黑与张老他们也在 在听到了真言帝尊的讲述之后 古将天尊等人目光顿时一宁 特别是在知晓 秦晨在黑与张老他们的带领下 前往古语塔的第三层深处之后 古将天尊心中更静 因为战斗就爆发在第三层的深处 快说当时带着秦晨前往古语塔的还有哪些人 古将天尊焦急地说道 其他副殿主也都看了过来 因为他们隐约间感受到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部分真相 有龙元长老天古长老 真言帝尊当即将当时前来的诸多长老一一说了出来 七七八八一共仅十名长老 各个都在天宫座总部秘境中明气不响 其他副殿主立刻纷纷地看向了古将天尊 目光之中流露出了期盼 没有 真言帝尊所说的这些个长老 一个都不曾在古语塔中出来 古将天尊摇头 目光阴沉地可怕 不曾出来 怎么可能 如今古语塔中绝大多数的长老都已经离开了 这近十名长老难道一个都不曾出来吗 一尊尊副殿主变色 如果有少数几个不曾出来 那还说得过去 可现在十多天过去了 原先第一时间进入到古语塔之中的千名长老和直士 都已经离开了九成之多 怕是只剩下数十人不曾出来 可这千多名 居然一个和秦晨一同进去的长老都不曾出来 这就不得不让人警惕了 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些什么 古将天尊盯着真言帝尊 真言帝尊看到诸位复殿主的神色心中昵沉 涌现出来了一丝不妙 陈少该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吧 他摇了摇头 忐忑的 没了 古将天尊深信了一口气 陈盛道 哦 你先待在自己的府邸中 没有我等的命令 千万不要离开 是 真言帝尊点点头 古将天尊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奇奇地离开了这里 来到外界 几名副殿主脸色全都沉重 若是 那真言帝尊所言不错 这件事必然和魔族皆细有关 没错 否则 机会那么强 那秦承和诸多长老一个都不曾出来啊 问鼎天尊和行将天尊斗道 古将天尊沉声道 先不要妄下结论 真言帝尊所言未必就是真实的 还需要调查一下 马上询问其他进入古语塔的长老 看看是否有人看到过这一切 当即 一群人回到了古语塔前 同时也传讯调查 这种事情太过严肃 自然不能够偏袭 很快的 结果调查出来了 当时又不少长老都看到黑羽长老他们带着秦承 真言帝尊等人进入到古语塔 秦承在天公座总部秘境中名气太大了 他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到关注 所以啊 之前黑羽长老带着龙园长老前来找秦承道歉 本就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调查起来自然没有任何的难度 并且在古语塔之中 也有长老看到了真言帝尊和黑羽长老 以及秦承他们分开 黑羽长老带着秦承他们 前往古语塔的第三层的场景 一切的消息集合起来 几大副殿主心中彻底遗憾 现在可以肯定了 和刀绝天尊战斗的 极有可能便是 这秦承和黑羽长老一行 可能性高达七成以上 古将天尊 沉上了 真是的秦承可能吗 是啊 那秦承虽然击败了诸多半部天尊 可是只是一名帝尊 如何能和刀绝天尊战斗 当时我们感受到的战斗气息十分的强的 不像是一个帝尊和刀绝天尊能爆发出来的 其他几名副殿主都有些怀疑 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秦承虽强 也不过是帝尊 岂能和刀绝天尊交手 还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不符合常理 古将天尊摇摇摇摇 等所有的可能都被排除的时候 最不可能的那个可能 极有可能便是真相 此言已出 几大副殿主沉默 的确 根据所调查出来的情况和讯息 除了整个可能 那就没有其他可能了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 在那战斗现场 除了刀绝天尊和另外一个人的气息之外 似乎还有其他气息 这么看来 应该就是黑羽长老他们了 这时 左同天尊 沉声说道 目光闪烁着冷光 他的天赋神通 令他看到的更多 这么说来 当时还真有其他人在场 其他副殿主 倒写了一口凉气 可是刀绝天尊 为什么要对秦城出手呢 难道那秦城是魔族间隙 被刀绝天尊发掘 然后爆发大战 这也不符合逻辑啊 还是有副殿主疑惑 而且黑羽长老他们 又充当了什么角色 是刀绝天尊一伙 还是无意中 卷入到秦城这边的 还有 若是有人活下来 那人为什么消失了 难道他也不知道 留在这古语塔中 早晚会暴露吗 在场的副殿主 都是眉头紧重 古将天尊 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大家都不用猜了 如果和刀绝天尊 交手的就是秦城 那么这件事 只有两个可能 众人纷纷看过来 古将天尊 眯着眼睛道 第一个可能 是那秦城 是个魔族间隙 有些副殿主 或许不知道 这秦城是神功天尊大人 亲自关注的外部圣子 而他此次之所以 能够进入总部秘境 是因为在万族战场的 天公座营地中 发现了隐秘极深的 魔族间隙 才会来到总部秘境的 而且被神功天尊大人 策封为代理副殿主 若是那秦城真是魔族间隙 那么他在万族战场 工作营地中 发现的魔族间隙 也顺理成章 这是魔族的一个计谋 死剑计划 暴露自己的一部分间隙 让秦城打入 我天公座总部 执行另外的隐秘计划 只可惜 不知为何被刀绝天尊发现 双方一场大战 最终那秦城封印或者是 斩杀了刀绝天尊 然后隐秘在了 不渝塔中 这是其中之一 行将天尊沉声道 你说那秦城封印或者 斩杀了刀绝天尊 这可能吗 其他副殿主也都点头 一个帝尊 能控制住刀绝天尊 这样的强者 想想都觉得不可能 古将天尊冷笑 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可结果已出 若那秦城真的是魔族间隙 再不可能也是可能 没错 如果那秦城的确是魔族间隙 古将天尊所言便是结果 因为若是刀绝天尊获胜 不可能隐藏起来 只有那秦城是间隙 斩散了刀绝天尊 才会躲在古语塔之中 左童天尊道 顿时 场上所有副殿主 都道谢了一口凉气 神功天尊大人 刚任命秦城为代理副殿主 居然是魔族间隙吗 光是想想都有些震动 当然 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古将天尊目光兵了 还有第二个可能 刀绝天尊是魔族间隙 如果是这样 那么秦城发现了魔族在天宫座中 营地中的间隙 必然会遭到魔族的关注 或许大家也都知晓 那秦城的一些事迹 此人早在圣主境界的时候 就曾被冤魔老祖派出的魔族尊者 在虚空潮汐海中追杀 显然是魔族的必杀之人 如今又在万族战场破坏了魔族的计谋 自然是迫不及待地想将他灭杀 刀绝天尊或许便是行刑之人 可谁知那秦城的实力 超出了刀绝天尊的预料 双方一场大战引来了我们 这是第二个可能 其他副殿主纷纷变色 刀绝天尊是魔族间隙 刀绝天尊身为天宫座副殿主 和他们的交情都是多少万年的 想到这么一个强者竟然是魔族间隙 不少人都是不寒而栗的 潜意识中都有些抗拒 不敢相信 除了这两种可能或许有第三种 但是存在第三种可能的概率应该不到百分之十 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古将天尊眯着眼睛 而之前的两种可能中 彼此可能性都是对半 若是那秦臣真的是魔族间隙 魔族还真是好算计啊 当初那秦臣在圣主境的时候 魔族就曾派遣出魔尊追杀此人 后被虚空潮汐海中的神秘强者震杀 为了布下这颗暗子 魔族怕是多少年都已经在精心布局了 甚至不惜用苦肉节 左同天尊陈圣道 为了布下一个圣主妻子 居然折损一名尊者 魔族的手段的确果断 其他父天主也是点头 他们潜意识里都认为第一个可能性是更高的 不是他们对秦臣有意见 而是刀绝天尊他们太熟悉了 他们无法想象 这么一尊天宫座总部秘境中的副天主 天宫座的高层人物 居然是魔族的奸细 除此之外 黑羽长老他们呢 在这件事件中又充当什么角色呀 这时 血旗天尊疑惑道 他们不重要 古将天尊摇头 因为到目前为止都只是我的猜测 虽然在真言帝尊的讲述中 那秦臣进入古语塔很大的原因是黑羽长老他们的驱动 可是他们在事件中只是次要的 可能他们只是无意中卷入其中 也可能他们是被刀绝天尊蛊惑驱使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也是魔族间隙 这些都存在变数 现在咱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守好古语塔 弄清楚真相 不管是刀绝天尊出来还是那秦臣出来 绝不能让他们离开总部秘境 古将天尊的话让很多人点头 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 等到神功天尊大人归来 一切才能水落石出 当下 三名副天主继续坐镇古语塔 看守门户 此时 秦臣自然不知道外界的一切 也不知道自己被天公座所怀疑 在第五层中 吸收了足够造物之力的他 再度进入到了古语塔的第六层